好 这要提醒所有的店家注意 在台北市东区现在出现了一名假建教真诈才的男子 他就拿着自己印的高中主任的名片自处行骗 然后到美容美法业者说可以帮忙介绍建教生来这边实习服务 之后从中收取手续费 而事发之后因为校方陆陆续续接到求证的电话 现在才知道已经有数十家店家受骗了 被骗了有将近百万元 我们的独家讯息带您关心 为在东区小巷子里的美法沙龙成为有心人是诈骗的目标 今年六月份一名男子拿出名片自称是某所私立高中主任 前来洽谈建教合作方案 借口可以帮忙介绍建教合作学生 骗走店家六万元定金 名片上面写的是学校的什么主任 就是跟学校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以为是跟学校合作而不是跟个人 如果是个人 我就可能不会那么亲眼相信他 仔细看看这张合约书 招训学生费用一个人就要三万元 针对合作条文写的清清楚楚以便取信店家 不过签约的时候留下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字号 成为警方破案的线索 只是这名男子已经不住在户籍地 警方也在积极找人 校方陆陆续续接到店家求证电话 发现已经有数十家店家受害 有的一家就被骗了十五万元 校方紧急和店家召开协调会 再三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 也透过台北市美法协会的脸书 要大家注意这号人物 以免未来还有其他店家受骗上当 一里头这些消息